这是我姐姐做的啦 它是新竹那个 这是什么 这个是笋干啊 我们自己种的 在市场最寻常的景象 是老板跟顾客的互动 就像朋友 七年吉身的刘雨晨 是花莲的剧场工作者 有空时会到市场找灵感 我觉得菜市场的颜色很缤纷 就是像可能剧场 你必须要用灯光或是道具 来营造一个氛围 可是菜市场它就是 就是浑蓝天成就存在了 市场买卖间流动的不单是货品 像是买了一袋蔬菜 老板还塞进一把葱 情感交流的温度触动人心 常常是刘雨晨 创作剧本的原动力 这个是什么 25 这个是有同种 对 一般的超市 连一块都要收啊 找一块都不能出来 这种市场 竟然有人情味啦 对 有人情味你知道吗 有时候也不够钱 因为你可能没有办法 在别的地方得到 同时这么多的人的一个情感 的汇集 然后也可以听到不同的故事 我是一个很喜欢听故事的人 于是一个爱剧场 又觉得市场很戏剧化的年轻女孩 做了这件事 他找了几位朋友筹划在市场演市场的故事 而演员们是一群在花莲美轮的国小学生 毕竟菜市场可能对小朋友来说非常陌生 可能很多大人也很陌生 我是想要颠覆一些事情 我想要让他们重新翻转他们对菜市场的一个感受 就算只是改变几个人 但这很有可能就是传统市场再生的希望 这是谢文侃想重现传统市场风华的记望 80年代的流行 经典的全套西装 不是老照片 而是刻意仿旧 这个市场对我来讲是小时候的记忆 那我也 我也不想看它 就是一直一直凋零 然后到最后就不见了 他从小在台南新市场长大 而西市场最具特色的是 有一区回布行集中地 我希望让西装这件事情重新被定义 对 然后让更多的人看到西装 谢文侃家俗就是经营布庄 后来面临大环境的冲击 规模大幅毁缩 他开始举办所谓的西装日活动 希望能够活络布市 与其说是一种行销 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市场 看一看 因为菜市场并没有去行销自己的优点在哪里 但是集团 像超商 他们的行销能力是很强的 他们会一直用干净这件事情来打击你 不论是在市场长大的孩子 还是爱市场的女孩 他们想办法让市场再被看见 但毕竟势单力薄 在你我生活的周遭里就有不少市场没来得及被努力 调查六度状况台北市92处公有市场 有三分之一改为超市卖场 而桃园20处的公有市场有三分之一的传统市场已经消失 北部状况相对来说较为明显 近年度的总预算还要针对传统市场的补助 政府还注意了三千六百万 所以为什么当你明年度的时候 他要再住这个经费进去的时候 为什么只剩一千三百万 就是说中央心态很重要 就是说他对传统市场他有没有重视 新市场因为被列为古迹即将整建 深仙区的摊商大部分已经撤离 我们到访那天正巧还有一部摊商正在收拾 耳边传来的近日交响乐 音符跳动在巴洛克市的建筑里 与台南古都看似冲突 但却有种和谐美感 传统市场总有出奇不易的惊喜